关于外界关心深澳电厂计划的空污影响 台电今日召开记者会说明 深澳电厂采用高效率低污染之超超临界机组 采购干净煤并使用最先进的环保设备 用最严格的标准将排放减到最低 请看以下的说明 我们超超临界机组是一种新的发电技术 它主要是提升蒸汽的压力以及温度 让整个煤的使用效率能够提升 那根据以往的经验跟规范 超超临界机组可以让每一度电使用的煤 减少了将近16个percent 让它的二氧化氧的排放减少19个percent 那相对来讲 每一度电所产生的污染物就会降低 那台电公司会搭配高效率跟先进的环保设备 让整个污染的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 我们台电公司所使用的煤都是干净的煤 那我们目前使用的煤有分两种 一种是烟煤一种是亚烟煤 那烟煤的热质高 亚烟煤的灰分低 那么我们会根据基础的特性予以搭配 然后进行它的最佳化的调配 希望能够符合它的效率 又能够兼顾环保 那至于外界一般或是会一律的 泥煤跟荷煤 台电公司是并没有使用的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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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